-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農業氣象 我是主播彭啓明 這幾天天氣很好的當北方 但是後禮拜這禮拜開市當北方比較強一率 北部當北部有比較好 這都是地形雨比較多啦 迎風面 像新北、基隆到宜蘭、花蓮、北部 比較有雨 這是地形的雲雨 沿海也容易有一些長浪 東北部請大家注意一下 中南部天氣很穩定 大概就是屬於電信 秋天的天氣 日夜溫差比較高一層 比較大一點點 最近要注意一下 就是台南區農改廠提供的 瓜果的食營 業額類的疫情已經開始發生了 請農民朋友要注意加強防疫的工作 還有一個就是台中農改廠 要做好百香果碳區病的預防 這個時候就要注意一下 要注意一下田間的維護 最近你看都是東北風 哈吉伯我們台灣很幸運 去日本很大 很嚴重 但是我們台灣已經開始進入 大陸高壓會下來的影響 有一點東北風 持續的會 未來這一個禮拜都是這樣子 現在短期間來看 這禮拜來看 應該是沒有風太會來 這個目前的整個泰式期 是沒有風太會來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放心一下下 但是呢 10月還是11月其實還是有台風會生成的 我們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的這個颱風季還沒有說完全結束 請大家要注意一下 這就是東北風 東北風的時候 我們北部東半部風比較濃一點 中南部就比較穩定 這有的時候就是空氣頻率比較壞一點 我們來看雨量 你看路後的地方都是北部 中南部有時候靠山區 特別是高雄屏東 靠山區有一些偶振雨 西半部都穩定 預計1234都很像 未來這禮拜都很像 就是當北風的天氣啦 這個中南部跟北部不太用 阿宇蘭要比較注意一下 宇蘭有的時候 露雨都比較大 水氣有的時候 你特別是禮拜二禮拜三的時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 大致上呢 最近的天氣都很穩定 請大家都留意了 以上是今天的農業氣象 我們明天見 請大家聽不客氣 請多先按燈 我要先按摩 下車內 先按摩 或許便 請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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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